本案用油厂拨用经费 共计新台币 2082万5947元 一笔土地成年旧账 拖了半个世纪 终于有了眉目 马郎会馆这原本属于 马郎部落所有的土地 日治时期 日本人请主任新建会馆 也是部落风铃记的地方 时空位移 土地依旧在 人世却多半已飞 都市计划执行 部落逐渐消失在都市丛林 主任对争取土地的态度 十分坚定 马郎部落争取马郎会馆土地多年 始终没有进展 军方的态度是关键 要跟军方要回土地 躺很容易 台东市公所积极进行 勤劳口述历史 还有访谈记录建立 要请勤劳来做访谈 另外针对身体不方便的勤劳 我们亲自到他们的家里里面 去做访谈的记录 族人还我土地多年为国 要不是今年有七合一大选 恐怕这块祖先土地依然出现波折 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国家带着军队 带着它的法力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领域 这个就是政绩啊 这块坐落于马兰段 219、219-5、219-6等地号 也就是现在台东市新生段 790-796地号的土地 面积约1000平 当年作为安置空军部队驻扎处所 1966年借用期间期满 又再次要求延期续建 到现在却变成国防部所有 在一万三千多个原住民在这里 只有马兰部落是一个 没有土地的部落 所以我一直有时候想 我非常的悲壮 如果我有能力把你们赶走 我真想把你们赶走 这个消失中的都市部落 其实是黎芬教授 他之前就已经有在做采访了 他填调 他采访不是只有一次 就等于说他可能前两三年 他又采访他 他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再过了几年 他又再去采访他 立法委员廖国栋 20年前担任国大代表时 就曾受理此案 直到目前有重大突破 简太郎中委员 再次召集他们协商 终于谈成 重送然后他会在最后那个阶段来做处理 以当年的时空环境 只能用乱志来形容当年的政局 直到2013年国防部愿意赐出土地 供马郎部落风年祭场地 是部落50年来首次在会馆 旧址举行风年祭 这对马郎部落来说 仿佛时光倒流 马郎部落早期是一个完整的部落 从这些口述历史的证据来看 马郎部落过去的动态生活作息 会馆是马郎部落过去部落的聚会所场地 从这一本田野调查资料 可以清楚知道 马郎部落过去是有防御措施 对外来族群不可缺少的战略思考 马郎部落争取土地归还过程 是一部沧桑石 部落族人至今仍未放弃 其所依赖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罗夫庆说 如果你们当年没来 我们的部落是完整的 文化是完整的 马郎部落土地的流失 对部落的完整性影响太大 族人最感忧心的 就是部落消失在都市里 这也正是台湾原住民所面临的危机 马郎会馆土地的争取 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 直到最近三年 才获得军方的回应 这到底是对马郎部落的恩惠 还是政治上的一种妥协 六月二十六号终于同意 上一次 因为上一次喊报说要有偿博用 由原民会编列预算来 撥补给县政府或是台东市公所 我们国防部的态度就是 尊重族人的感受跟需求 我想这块土地有马郎部落的文化 所以我们国防部站在土地的管理机关 我想我们乐意配合 未来由台东市公所做有偿博用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 要土地归还 部落的土地证明是有些不足 部落其佬的口述历史相对更加重要 这一块几乎消失在都市的部落 老一辈族人牵挂不宜 若国防部愿意归还给部落 不应宜有偿博用方式处理 也不应由原民会盖瓜承受编列预算收回 若说这是国防部的诚意 原来就是部落的土地 又何来有场复用呢